文东五级丁仪昨晚遭受严重山洪侵袭 造成大面积破坏和混乱 视频资料显示 旧区的商店和住宅首当其冲 黄泥水迅速淹没街区 令商家和村民陷入无助的境地 另一家餐饮店也受到洪水袭击 多辆车辆被困 当地居民奋起抢救 黄河冲毁了山脚下的主要道路 导致附近的居民遭受了重大损失 现场情景令人触目惊心 为了解事态发展 行动党文东区国会议员雪佛拉半夜清零现场 对水灾情况进行了勘查 根据最新消息 五级丁仪旧区的两条道路 因洪水冲击而受到破坏 目前暂时无法通车 行动党美绿洲议员李政贤 今日在面子书上披露 政府部长已指示相关部门立即展开调查 已查明事件的根本原因 一旦调查报告完成 该部门将优先拨款 用于紧急修复核善后项目 李政贤表示 根据消防局的统计 当地约有30个家庭受到灾害影响 幸运的是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伤亡报告 他同时对在山洪爆发中受灾的民众 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并呼吁社区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早日重建家园 公正党代表大会 今日迎来了第二天的会议 尽管大部分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 但现场仍存在大量空位 首相兼公正党主席安华 今早九时抵达布城国际会展中心 出席代表大会 他入场时与党领袖及党员代表握手寒暄 根据大会议长阿莫·卡辛的表示 今日出席的代表总数为1391人 观察员则超过1200人 超出了最初设定的500人的目标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戏剧性的宣布 将继续捍卫主席职位 引起焦点话题 公正党秘书长塞夫丁 在公正党代表大会开幕里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公正党大会关注的是民生和国家课题 而与之同时进行的土团党大会 则似乎只关心慕尤丁 是否会继续担任主席 上演了一场关于主席之位的戏剧 塞夫丁指出 土团党的大会宣布主席辞职 并希望退位 然而在辩论环节中 却一直挽留他不要退下来 最高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 否决了接受辞职的提议 最终主席没有下台 民生、经济和国际课题 并非土团党大会的重点 他强调公正党大会不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辩论环节必须专注于 治理国家和行政透明等重要议题 公正党大会必须讨论政治稳定 提振经济 以及关注人民福祉和公益的议题 最重要的是实施更好的治理方针 明年4月我们将迎来25周年 这次的大会具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 此外 11月25日既是党主席安华任向一周年 也是联合政府成立的一周年 首相安华在昨晚的大会上 发表政策演辞时强调团结政府 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庸取舍 并表示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 他指出改革的过程不能过于急促 必须保持中庸 以确保改革的可持续性 在团结政府执政一周年之际 安华明确表示 行动党未曾反对任何涉及穆斯林 土著及马来人利益的计划 不存在行动党威胁伊斯兰和马来人的说法 不要一再侮辱行动党 安华表示 他理解行动党是为了争取其他族群的利益和权益 因此他愿意全力捍卫行动党 即使这可能影响他的支持度 他提到2018年西蒙政府上台时的争议 指出一小撮精英 执意要签署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挨设 导致政府遭到反对 尽管这些精英目前身处敌对阵营 但西蒙联盟仍感受到这一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 安华强调团结政府加在不同的舆论压力中 一方面被指责不够伊斯兰化 另一方面则被批评改革不够迅速 他以这一情况为例 呼吁团结政府要吸取教训 确保改革不过于仓促 维持中庸的方向 他也强调 尽管马来西亚以巫义和穆斯林为主 但也有其他族群和宗教共同生活 因此必须坚持中庸 促使全体国民和谐共处 安华也宣布 我国将在今年年底前成功消除绝对贫穷 成为全球首个有能力解决绝对贫穷问题的国家 他表示 团结政府在执政一周年之际 政府在成立初期 以积极修复破旧诊所和贫困学校 以提升国家的教育和卫生水平 随着我国将要消除赤贫 我们将集中关注人民住房和公务员房屋等问题 安华还强调 马来西亚首都将不再以高楼大厦为标志 而是以整洁的摊贩和清洁的店铺为特色 另一方面 随着人民公正党迎来25周年纪念日 公正党书邦国会议员黄基权宣布 党内将推出纪念币 他表示 这不仅可以减轻庆典费用 还能为党员们提供纪念品 预购活动将从今天开始 然后从明年3月开始将纪念币邮寄给所有购买者 这一系列纪念币由皇家雪兰娥希腊馆 Royal Selinger制作 记录了1998年 拿督斯里安华在国家清征寺发表标志性演讲的历史性时刻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透露 安华将在今天下午就经济领域做出一项重大宣布 他在2023年雪州行动党大会上的致辞中表示 首相将宣布一项对国家经济具有重大推动力的消息 他表示 我不会抢先公布 就让首相宣布吧 这将会受到我们的工业和经济领域的欢迎 宾州政府宣布 在州内4个地区发现近1000亿令吉的稀土元素RE资源 总计约170万吨 掌管宾州环境事务行政议员山达拉组 是在林冠英的书面问答中如是指出 山达拉组表示 开发计划将取决于地质方面的详细研究结果 例如风化铺面厚度和非放射性稀土元素矿物的负极区 他表示 在发展这一宝贵资源前 州政府也需要将其他 如森林保留区 环境敏感区域 KSAS 蓄水区水坝 商业用地地位 州矿业条例的执法等因素纳入考量中